男子手上大包小包 态度悠哉 经过骑楼一会儿的功夫 满载而归 有手表 有笔电 一整大袋 价值不菲 急着想要转卖变现 根本没料到整个行窃轨迹 早就被掌握 北市新一分局日前接获报案 家住崇德街的民众被贼闯空门 没过多久又有另一人说 我家也被偷了 两户人家住同一排 都是顶楼家盖 怀疑是同一人所为 这附近几乎都是租客 人来人往并不容易察觉 有什么异状 当事人夹中大门 毫发无伤 都是窗户遭人撬开 嫌犯锁定这种老旧公寓 它的顶楼都是相通的 偷完一间再到另一间 而它偷的东西是有定位系统的 马上就被警方寻险逮捕 嫌犯锁定高价物品下手 两台苹果笔电 一台就要价三万多元 还有卡西欧手表一纸八万元 偏偏电子产品内建定位追踪功能 嫌犯躲去哪儿 一抓定位就晓得 犯罪踪迹 一清二楚 远景沿路追往 新北市三重 一处旅馆 埋伏之体 诸信窃贼道案 一切到罪 以送侦办 小偷闯空门 还专挑贵重物品 以为天意无缝 却因此惨被逮捕 TVBS新闻 吴居审 苏佩宇 蔡新宇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